中央對各地方的社宅的需求 一定不會缺席 特別是地方政府量人不足的時候 中央更不會自身事外 國家住都中心在北市的第一個社宅動土 昔日和柯文哲的社宅大戰 到現在言談間還是濃濃煙燒味 但總統看來心情很不錯 或許也是因為竹竹病 在他表態地質法要通過後 黨內雜誼消除 是有聽到但總統連回頭喬都沒有 確實是在和總統聊過後 原本沒參與連述地質法的民進黨立委 包含勇言派王定宇 政國會陳婷菲蔡世穎等人 態度從反對變支持 昨天主席其實很清楚 是針對宏觀的說法 而且是針對每個人所擔憂的 事實上還有其他的縣市 只要符合相關規範的 總統在常會中也特別提到 例如像基隆 如果條件符合的話都可以 支持第一次法戰的修正 現在是我們黨團的一個共同的行動 那新竹縣市的合併 我覺得是必要 而且得到地方民意的支持 那個我從來就不反對 撤遷的都跟總統談妥了 至於原先也是不支持的英系陳民國安 上午態度低調不願出面說明 直到下午三點左右臉書發文說 總統有承諾縮小直轄市和非直轄市間距離 未落實總統說的騙是平權 所以會支持竹竹病 只是眼影來藍營質疑 總統你有這麼急嗎 你又不從下而上 非要由上而下 你這個是怎麼樣一個想法 讓我們都沒有辦法了解 讓我們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 竹竹病總統一聲令下 看來綠營是勢在必行要管徹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分析